我们在这里来讨论双变数函数的 极大与极小的状况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它在这个点 它出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极小点 那么这个点我们也称为它叫做临界点 那么怎么样去抓呢 这是X轴这是Y轴 那么这个在一个空间上面的一个曲面的话 如果出现在这一点是一个相对的极值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在X方向它的切线的斜率跟在Y的方向 它的切线的斜率是不是都会出现了一个水平的切线 于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说 如果说它会出现了一个相对的极值 它在这个点会出现了一个对X篇围会等于0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写了一个小的X代表的是对X篇围 对Y篇围也会变成0 好 我们来看看第二种图形 第二种状况的话是一样的 它在这个点出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 那么一样的道理 它们在这个点 在X轴跟Y轴的方向都会有水平的切线 所以它也是一样 对X篇围会等于0 对Y篇围在这一点的值 通通都会有一个水平的切线 第三种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状况 这是一个安点 那么各位同学看 在这个角度而言 它是一个相对的低点 在这个方向 这个地方我们看不到 我们还画出来 在这个方向 它又是一个相对的高点 它一样 XY的方向 通通都是 对X篇围等于0 对Y的篇围 也是等于0 那么如何去判断 它到底是一个高点 还是一个低点 还是一个安点呢 我们后面会有介绍 如果我们已经找到了 临界点的坐标了之后 我们如何去判别它 它到底是一个高点 还是一个低点 还是一个安点呢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判别式 这个FXX 这指的是对X连续偏为两次 这是对Y偏为两次 这是对X跟Y各为分一次的平方 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大概的话呢 做一个介绍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记得如果说是两次为分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凹性 如果说两次为分 各位同学看这边的话呢 对X指两次的为分 来我们的第一个 如果说它们的话呢 在X方向 Y方向它的凹性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这两个是同号 那么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两边同时是上凹 或是两边同时是下凹 那么一定是出现了一个极值 也就是说这两个的话呢 同号的话呢 相成一定是正的 所以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知道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第二个 它是一号 那么一定是什么呢 是一个安点 一个settle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怎么判断 我们是判断是这样的 如果是同号 那么这两个相成 一定是正的 所以我们这个判别是 假设是正的 我们肯定的说 它是极值 可是它到底是 相对的极大值 还是相对的极小值呢 我们看这个就知道了 我们随便看一个 如果小于0 同学你要知道 两次为分小于0 它是下凹 下凹就是出现一个 相对的一个高点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是 相对的极大 第二个 如果说是判别式是大于0 那么对x偏为两次 那这个地方当然用yy也可以 那么我们只要看一个就好了 因为大于0 显然它一定是同号的 那这边要是大于0 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它是一个相对的极小值 第三个 如果说是1号 那么不用说了 这个都不用看了 只要是1号 一定是一个是上凹 一个是下凹 所以它是一个settle 那么我们利用这个判别式 我们就可以大约的判断 它的情况 那如果说它等于0 那我们这个判别式 就没有办法去用这个方法做了 刚才我们介绍了判别式 就是来判别高点低点或者是安点的一个方法 现在我们来做个例题 同学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怎么做 现在这是一个双变数函数的一个 在一个空间上面的一个区面 那么我们要看看 讨论它相对极值 第一步先找出临界值 来我们怎么做呢 先找出它的临界值 当然第一个先对x来偏微 对x来偏微 就是这边微分变成0 这是-2x 我们要求它要等于0 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第二个 我们对y来偏微 这是2y 我们也要求它等于0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得到什么结论呢 x是0 这个是y是等于0 所以00这一点 就是我们的一个critical point 我们可以检验它 它到底是一个高点还是一个低点 好 我们现在再继续看下去 它到底是高点还是低点还是一个安点呢 我们第一个我们先算判别式 判别式 第一是等于 来我们现在先算xx好了 xx是所谓的对x连续偏微两次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微分了以后 这边再对x微分是变成-2 fyy呢 yy就是对x 为对y来偏微两次 所以是2 fxy呢 是几 对x微分之后 再对y来偏微 那就是0 那么我们这边的d 判别式是怎么算 这两个相乘 减掉后面的平方 这两个相乘 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是-4 减掉0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是什么呢 小于0 小于0不用再讨论了 小于0 那这个地方 这是两个凹性是正负相反的 我们肯定它是什么呢 0 0这一点 是一个saddle point 它是一个安点 也就是所谓的saddle 在0 0的这一点 那么我们利用了这个判别式的话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去判别 一个临界值是不是各种状况的话呢 能够很轻易的判别出来